今天妈妈也来了 你女儿也来了 对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来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县里市 我的名字叫爹海椒 我今年八岁 真落落大方 长得像爹 太香 干嘛 你还摸着小心脏干什么 说你像爹还亏着你了 紧张了 像不像爹 那话筒还给他 像不像爹 我觉得有点上台有点紧张 他说啥 他说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我问你是不是像你爹 我像 像你爹好不好 好 那不像妈好不好 好 我说不像妈好不好 不好 来来来 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这孩子的姥姥 我是冰线的 您头发好红啊 您是染发了吧 染发还没有 您是为了我们而染的吗 也是 话筒凑近一点 也是 也是啊 哎呀 这个头发 今天上节目了 特意脚有发 还李李发的 你咋不染个黑的 你染个红的呢 因为我有白发 问问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海椒 你知道我在说你啊 你觉得你爸爸的名字 有问题吗 叫李美嘉 像个女孩的名字 我当初还问她 这是谁给你起的 小女生 我心想这是谁起的呀 我 大叫声 我平常总问爸爸 说你 我说你这名是谁给起的 要不咱俩换一下吧 你喜欢这个名字是吗 对付使用 你想有个弟弟不 挺想的 不过我觉得妈妈生下我也不容易 所以不想让她再受苦 就 就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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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毕竟也是残疾人 生下一个孩子也不容易 所以不能让她再生了 这是谁教你说的话呀 这些话 没有啊 你自己自学的 我没学呀 我又没上看我班 哎呀 情商好高啊 所以这个 你觉得将来你想怎么回报 爸爸妈妈呢 我将来我想 我想考上很大很大的大学 给爸爸妈妈 是很多很多的钱 让妈妈有一双好腿好手 让爸爸有一双好手 让他们两个幸福快乐生活 这眼泪要掉下来了 这啊 我问妈妈 这谁教的呀这是 没有人教他 他从小就是 那他都看到什么了呢 怎么这么懂事呢 因为他从小就是感觉 妈妈和爸爸不一样 然后我说 我就会和他说 妈妈和爸爸虽然说 不是正常人 但是给你的爱 不会照别人少 这个今天是谁的心愿呀 是我爸爸的 你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吗 我好像不知道 那你去问一下他 然后你帮他说出来好不好 他好像不会告诉我 有 还有瞒着女儿的事